台长告诉你们 人生有三宝 三个宝贝 你们知道吗 第一个宝贝 是要学会退让 人要学会退让 因为退实际上 就是你生活的一种转换 如果不起两个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这个家就不成为一个家 所以学会退让之后 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解脱 拒绝退让 你就是拒绝希望 忍耐 这是第二个宝贝 所以忍能够保身 一个人觉得自己做错了 忍耐一下 你的智慧的基础就有福分了 所以很多人忍耐到今天 所以他才拥有了这个家庭 很多人不能忍耐 他就失去了家庭 很多人不能忍耐 自己的孩子在骂我 在做错事情 他会失去孩子 就像很多人在公司里 我不能忍耐 你会失去了你的职位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忍耐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忍天下难忍之事 成常人难成之事 不败人生 忍者无敌呀 第三个宝贝 就是圆 方圆的人 明白天下一切都是虚空的 所以不可得 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因为今天得到了 明天没有了 想一想 有多少人结婚的时候 欢欢喜喜 等多少人离婚的时候 悲悲怯怯 今天的拥有 不代表你永远拥有 明白这个道理 就学会做人 永远要圆融 有德就会有失 对人间的圆融 要学会包容 包容别人做错的事情 讲错的话 台长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你们去看看汽车的轮子 能在马路上飞跑的 不管是什么动物 不管是什么车 它一定要圆的 只有圆的 才能向前跑 人间的事物 只有圆融 才会发展 才会进步